是顺应民意缓和两岸关系 还是逆民意而为继续与大陆对抗 就看赖清德心里装的 是广大民众的福祉利益 还是个人政治私利 郑文灿因涉贪污弊案 请辞台湾海基会董事长 到内旅游业者第一时间表示 海基会负责调和两岸关系 希望接任者能和大陆沟通 缓和现在的紧张气氛 这体现了在民进党当局执政下 岛内民众对于缓和两岸关系的 极度渴望 赖清德正式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仅仅50天嘴上说着要与大陆交流 却始终在走对抗路线 引发的两岸问题纠纷 一桩又一桩 从在520就职 黄埔百年校庆岛内活动等 多个公开场合大肆鼓吹台独 到提升至大陆旅游灯号为橙色 警示台湾民众非必要不去大陆旅游 庄庄渐渐均为两岸关系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渴望两岸恢复正常交流的广大台湾民众 对于赖清德当局消极的两岸政策可以说是不胜其苦啊 台湾海基会是在一个中国框架下 应两岸人民交流而胜 理应为发展两岸关系增进两岸同胞福祉 发挥积极作用 岛内旅游业者期盼海基会 继任者能和大陆沟通 正是寄望海基会回归自身功能定位 为广大民众服务 促进两岸健康有序的交流与沟通 让紧张的两岸关系有一线缓和生机 为两岸的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针对台湾海基会 未来人士动向恢复影响两岸关系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8号声称 两岸交流不会因为个人有什么巨大改变 的确海基会不是岛内设大陆政策的决策机关 也算不上什么执行部门 尤其在民进党当局强势执政下 能发挥的作用也是较为有限的 不过其继任者的属性 却是观察赖清德当局执政出发点的指标 台湾民众已经发出期盼两岸沟通交流的呼声 是顺应民意缓和两岸关系 还是逆民意而为继续与大陆对抗 就看赖清德心里装的 是广大民众的福祉 还是他个人的政治私利 不过无论民进党当局如何安排 有一点不便的是 无论什么人担任台湾海基会的负责人 两会协商机制能否恢复 关键在于台当局是否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承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基本事实